我说公益其实这个是我一直想做的 今年年中年 就是17年中下旬的时候 然后开始在筹备想要怎么怎么样 然后后来就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基金 叫原公益专项基金 首批向我帮助了200个白内账老人 然后之后还会继续努力 然后帮助到更多的人 你希望通文自己做公益 产生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首先我做公益 我自己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可以帮助到别人 然后我希望在我的影响带动下 大家能够关注到公益 然后参与进来 你在实践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细节 比如说看到 其实这次自己的基金会的项目 因为在西藏 在西藏 然后我就没有机会去 但是之前在另外一个项目 去实地的时候 就感触挺深的 因为看到很多人就没有钱看病 然后当时心里挺受触动的 也是因为那一次更加有了让我要自己去做公益项目的这样一个想法 粉丝提出了很多公益应援 你感觉怎么样 我全都有看到 非常感谢粉丝 他们很有心很棒 感谢粉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